现在令启动,严查物流超载,副识别避让超载货车技巧 10月10日苏州市治理车辆超线超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连夜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超线超载查处工作的经济通知 明确要求各自超站点开展24小时值守查处工作,进一步加强百吨王车辆查处力度 加大对普通公路收费站超线车辆查处工作,进一步加强货运企业源头管控工作 11日上午,浙江宁波慈禧市交警部门九联合市公路段路震大队 对货车违法超线超载行为进行了专项整治行动,从而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有效保护公路路产路权,还有这种箱体是薄钢板有尾门有侧门的炮火车 看着虎人,但主要是防与防偷的物流车,装沙子能散架